温室为农业发展的重要设施 但当台湾遭遇墙台袭击 便造成温室受创及农产品的大量损失 接展有限公司未降低在墙台侵袭下 可能重创温室的风险 因而导入创新科技 以优化温室防台能力提升农民保障 接展有限公司为国内知名温室设备商 有着近30年的温室建设经验 坚持精益求精 努力于农业设施的推广及改良 台湾是处于一个台风地震 然后冷热温度差异非常大的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公司就针对这个地方下去发展 然后以台湾的经验放射到世界各国 像东南亚、非洲、美国、还有日本、还有大洋洲 所以我们公司最主要发展的目标是在这里 为提升温室防台性能 接展有限公司与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 共同研发合作 以找出温室最适化性能及防台强化设计 金属中心投入农业是责无旁贷的 我们发展的智慧化的电脑辅助设计系统 跟防台系统就可以协助对现有的维护 对未来的设计暗场 就是我们要未来的设计暗场 也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智慧化的系统 做工程的电脑模拟分析 以及工程设计 以及环境控制的那个事先的分析 接展有限公司以因地制宜的温室建造概念 结合智慧农业创新技术 由强化温室外部结构设计 至内部智慧化防台监控系统 打造抵御强台的新一代温室设施 整个的温室的结构 然后我们都是经过模拟计算 然后到最后会找一个最适合最佳花的方式 让它农民就更加的了解 然后去锁定说 假设要在哪一个位置去盖温室的话 我们会先找到它四个方位 找到它的风速风向 以及它可以承受的结构 然后让它达到它的结构性是最好的 智慧农业应该是要让我们的农民 是当个快乐的农夫 并不是当一个很辛苦的农夫 所以进一步的我们开始导入了全自动化的设计 然后进一步的可以观测到我们的作物 它的曲线包含了它的温度湿度CO2跟EC值 然后可以看得到说它的最适合的范围是在哪里 其实植物就像人一样 它是需要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它的生长过程才会得很好 透过温室建制的提升 协助农业走向精准化与智慧化 让台湾与国际接轨 我们台湾的农业产品要外销 很困难因为台湾有四季之分 最好能往精准的农业发展 整年十二个月通通有生产非常精准 同样的作物 这样才能够往国外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